在今天全台灣一樣是熱呼呼的天氣 台北市的中午高溫 到達了37.6度了 這太平洋高壓勢力 依然是比較偏強 那我們就來看看 這個禮拜的天氣 因為這個禮拜很重要 到了禮拜四以後 四天的連續假期 先來注意到在明天的時候 山區的部分 有一點點零星的午後真雨 但下雨的量來說並不多 溫度的狀況持續一個禮拜 都是那高溫的天氣 那到了禮拜三以後開始 太平洋高壓勢力要略微的減弱 所以在週四跟週五 也就端午節跟禮拜五這兩天來說 中部南部開始會有一些些 三八號出現了 但北部目前看來 仍然是比較偏少的 而到了這個禮拜六 禮拜天 太平洋高壓勢力又再度伸展過來 所以外出活動的時候 防曬工作不能少 明天紫外線指數依然是 到達危險級 海邊的陣風 因為西南風比較偏強的關係 風力的部分來說 有些海邊會比較偏大 我們就來看一下衛星雲圖了 雲圖上我們先注意到 北方 封面雲帶 封面沒有到我們台灣上空 但是封面前 吹著是強的西南風 西南風沒有帶水氣進來 是乾燥的西南風進來 所以各地的溫度狀況 在週五的時候 這樣的熱的風的影響之下 都是高溫的天氣 太平洋高壓勢力 在我們東方的海面上 目前整個高壓的強度來說 明天會略微開始減弱一些 而到了禮拜三到禮拜五的時候 隨著高壓的減弱 中部以南就會有一些些 零星的午後震雨開始出現了 而到了這個禮拜六 也就第三天的假期的時候 太平洋高壓勢力再度增強 相對的 我們有午後震雨停下來 又是一個高溫而炎熱的天氣 小滴您提醒你兩件事情 第一個要注意的是 紫外線強 外出防曬工作不能少 還有中午的溫度 許多地方都達到 三十六七度以上的高溫 戶外活動記得多喝水 小心別中暑了